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生下来就是穷的 除了带来一口奶之外 赤条条的一无所有 谁手里也没有握着两个钱 再稍稍长大一点 阶级渐渐显露 有的是金枝鱼叶 有的是杂货面口袋 但是就大体而论 还是泥巴里打滚 袖口上抹鼻涕的居多 儿童玩具本是少得可怜 而大概其中总免不了一句扑满 瓦做的 像是淘气时代的出品 大的小的挂驴幼的都有 监货也有形容保险箱 有铁制的 这种玩具的用意就是警告孩子们 有钱要积蓄起来 免得在饥荒的时候受穷 穷的阴影在这时候就已照住了我们 好容易过年赚来了几块压碎钱 都被骗弄丢在里边了 丢进去就后悔 想从缝里到处是万难 用小刀拨也是枉然 积蓄是稍微有一点 穷还是穷 而且事实证明 凡事积在铺满里的钱 除了自己早早下手摔破的以外 大概后来就不知怎样就没有了 很少能在日后发生什么救苦救难的功效 等到再稍稍长大一点 用钱的欲望更大 看见什么都要留闲 手里偏偏是空空如影 那时候真想来一个十月革命 就是富家子弟也是一样 尽管是岂如丸倒 他还是很继承开始太晚 这时候他最感觉穷 虽然他还没认识穷 人在成年之后 开始面对糊口问题 不但糊自己的口 还要糊附属人员的口 如果脸皮欠厚心地欠薄 再加上祖上是忠厚传家诗书记事的话 他一生就休想能离开穷的掌握 人的一生就是和穷挣扎的历史 和穷挣扎的一生 无论胜利或失败都是惨 能不和穷挣扎 或于挣扎之余还有点闲工夫 做些别的事 那人是有福了 所谓穷 也是比较而言 有人天天喊穷 不是今天透支 就是明天举债 树木大的都惊人 然后指着身上衣服的 一块补丁 或是皮鞋上的 一条小小的裂缝 作为他穷的铁证 这是愈阔愈穷 文章中的反衬法 也有人量入为初 温饱无余 可是又担心他的孩子 将来自费留学的经费 没有着落 于是于自我麻痹中 陷入于穷的心理状态 若是西装裤的后方 越磨越薄 由薄而破 由破而织 由织而补上一大块布 细针密缝 老远的看上去 像是一个圆圆的尖靶 说也奇怪 人穷是先从裤子破气 那么 这个人可是真的 有些接近于穷了 但是也不然 穷无止境啊 大雪纷纷落 我住柴火堕 看你们穷人 怎么过 穷人眼里 还有更穷的人 穷也有好处 在忧郁环境里 生活着的人 外加的装饰 与铺牌太多 可以把他的本来面目 言莫无疑 不但别人 认不清他的面目 往往他发生误会 多半往好的方面误会 就是自己 也容易忘记 自己是谁 穷人则不然 他蓝绿的衣裳 等于是开着许多窗户 可以令人窥见他的内容 他的闭门棚户 尽管是穷气貌三尺 却容易令人发现 里面有一个人 人越穷 越靠他的本身的橙色 其中毫无夹带藏野 人穷还可以落个清线 既少车马驻江鱼 更不会有人来求谋事 捕文请监 都不会常常上门 他的时间是他自己的 穷人的心是赤裸的 和别的穷人之间 没有隔阂 所以穷人才最慷慨 金诺囊中所余无钱 买房置地都不够 反正是吃不饱 饿不死 烙得来个爽快 求片刻的快意 此之位穷大手 我们看过富家弟兄 细产的时候 把一张八仙桌子 劈开成两半 不曾看见两个穷人 抢食半鱼 残羹圣饭 穷时受人白眼 是件常事 狗不也是专爱对着 唇衣百洁的人汪汪吗 人穷则静一缩 尖一耸 头一垂 须发 许是特别长得快 擦着墙边 群寻而过 不是贼 也像是贼 以这种姿态出现 到处受窘 所以人穷往往自然的 有一种抵抗力的出现 史名曰 酸 穷已经酸化 便不负是怕人见的东西 别看我一缕不整 我本来不以一缕见人 人和衣服架子 本来是应该有区别的 别看我囊中羞涩 我有所不取 别看我落魄无聊 我有所不为 这样一想 一股浩然之气 火辣辣的从丹田生起 腰板自然挺直 胸膛自然突出 徘徊笑傲 无往不移 在别人的眼里 它是一块茅厕砖 臭 而且硬 可是 人穷而不至短者 以此 不依之事 而可以傲王侯者 亦以此 所以穷酸 亦不可厚非 它不得不如此 穷若没有酸 支持着 它不能持久 杨雄有竹贫之负 韩瑜有送穷之闻 理直气壮的 要与贫穷绝缘 反倒被穷鬼说服 改容谢过 素质上作 这也是酸疾一种变化 贫而能竹 穷而能送 何乐而不为啊 竹也竹不掉 送也送不走 只好硬着头皮 敢与穷鬼为伍 穷不是罪过 但也究竟不是美德 值不得夸耀 更不足以傲人 典型的穷人 待是颜回 一单时一瓢瘾 再露相不改其乐 不改其乐 当然是很好 单时瓢瘾 究竟不大好 营养不足 所以颜回活到三十二岁 短命死矣 孔子所说 饭书时饮水 屈公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矣 辟欲则可 当真如此 就嫌其不大卫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古语有云 白嫖不好 流言趁早 得 您受累 散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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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